那這一題的話請各位回去先試試看 我希望做出來的目標就是第一個 就是總共會有三個一樣 第一個是函數 所以也許我們就是想想看用哪些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做出來的結果 再做出一個就是錄製聚集的按鈕 所以這個第二個就是聚集 然後第三個就是VBA VBA的話就是今天學的 第二個聚集錄製 然後第三個就是VBA 所以當然這個後面我們錄一個一個步 所以首先第一個我們要想說用哪些函數 可以解決問題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用對的函數的話 變成圖法鏈鋼就是這邊Ctrl-C 然後這邊Ctrl-V 因為它抓瓜虎裡面的資料 放在這個B欄裡面 那可是如果你不想用圖法鏈鋼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當然你會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所以剛剛如果你有看到原來的資料裡面是有公式 有已經做出來的 就是給各位提示啦 主要會用到三個 第一個是FINE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IFER 那這三個要怎麼全部把它串成一個公式 解決我們的問題 基本上第一個先插入FINE函數 FINE函數在哪裡 文字類 文字類裡面有個FINE 那這個FINE函數顧名思義是尋找 所以它總共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要找前瓜虎 所以你就是 我游標是直接放在B3好了 因為B2沒有瓜虎 所以如果你用B2練習的話 會找不到瓜虎 那一定會出錯 所以第一個FINE函數指的是什麼 你要尋找什麼字 我要尋找前瓜虎 所以你打個前瓜虎就好了 但是因為有TESLA 所以其實理論上前後要加雙0號 但是因為它自己會幫你加 所以我就沒加 移開它自己會加 第二個的話 WE IS IN 意思是說我要去哪邊找 我要去這個儲存A3裡面找 好那你會發現 它有沒有得到結果呢 幫我找前瓜虎 然後去這邊找找看 那它找完之後得到3 為什麼 因為前瓜虎剛好在第幾個字 第三個字的意思 所以它找到了 OK 那最後一個參數可以忽略 因為這STAR LUMB意思是說 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找 當然如果你不給它就從頭開始找 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OK 那可是問題你按確定之後 當然你如果向下填滿 它會得到的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有瓜虎 它會出現說它是在第幾個字出現 像這個是第三個字沒錯 這個是第六個字 這個是第四 都應該沒錯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它裡面沒有瓜虎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這個錯誤 這是什麼錯誤呢 就是緊開頭都是錯誤 VALUE 就是你給我的資料有錯 你說什麼錯 因為你不是叫我去找瓜虎嗎 可是你為什麼裡面沒有瓜虎 它可以抗議 OK 意思是這樣 但問題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步OK了 FINE 可是問題我們還沒 我們只知道說瓜虎的位置 有得到兩個結果 一個是有 就是第幾個字的位置 沒有就是錯誤 那可是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我要去切那些字 可是要怎麼切那些字 第二個的話 你請你把這個公式解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插入一個密的函數 我們接下來路要切 那切的字呢 可能會是在中間 它不會在左邊 所以不能用LAT 也不是在右邊 所以只能在中間 MID 按確定 好 那你要切的字在哪裡 一樣在A3 那從哪個字開始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裡 從前瓜虎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所以記得一定要什麼 加1 因為如果沒有加1 它這個地方呢 它就沒有辦法幫你抓到那個位置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後面記得加1 好 那幾個字 當然你這個是5個字 所以你這邊假設輸入5 第一個應該是OK 第三屆冠軍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向下拉呢 有耶 但是 如果是5個字的都對 4個字跟3個字就不對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所以呢 再來第二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已經有切囉 再來第二個我們要解決的就是 那我要怎麼算說它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什麼方法可以算得出來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這個5 5有沒有 5 前瓜虎 找前瓜虎的位置 你用這個方式來算 那怎麼算 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等號 等於無法 剛剛的公式再貼一下 就這個 5 前瓜虎 但問題我怎麼知道這邊有幾個字 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 找到後瓜虎的位置 所以 等於是 貼上之後 然後把這個地方改成後瓜虎 後瓜虎 那這個應該算下來是12345 這應該第九個字 或者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這邊是第九個字 那 第三個字 如果把9減掉3的話 它得到6 是不是6個字不是 少一個 有沒有 還少扣一個 那你說為什麼少扣一個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是 減掉應該是第四個字位置 而不是第三個 所以少扣一個 所以減掉 再多減1就OK 所以你 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減掉前瓜虎的位置 再貼一次公式 有沒有 這個是 把它改成後瓜虎 減掉前瓜虎的位置 如果打勾 它變成6 6個字不對啊 應該是 再減掉 1 那就5個字 所以如果假設了 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看到 對 它這個時候呢 就幫我算出 正確的字數 正確的字數了 那如果正確字數有了之後的話 理論上 那我們應該就可以做出 最後的結果 所以 這個地方 把它 那怎麼改 這個地方 所以可以拿這個 前瓜虎的位置 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把它改一個後瓜虎 然後再減掉 有沒有 再減掉前瓜虎的位置 再減1 因為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其實你減前瓜虎的位置 可是我要的字是在前瓜虎的下一個字嘛 所以少扣1 所以再減1 好了 OK 這蠻長的一串 你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好了 那我先做完 OK 確定向下填滿 那你也可以在向上填滿 應該很接近的 OK 這邊是練習的 你可以delete這掉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最後有啦 可是問題 還有一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不OK 就是呢 如果沒有瓜虎的地方 它出現這個 景Value 有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干擾 看起來 不過你說不會啊 其實 就只是說一個錯誤訊息嘛 你不理會它 也是OK的 可是有的人就有強迫症 看到這個就覺得很 就一定要把它 想要把它拿掉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拿掉 怎麼拿掉 你說啊 老師我知道 按delete delete 那可是一堆 你不可能一直在那邊 delete 嘛 所以跟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的資料裡面有 緊開頭的這種錯誤的話 那最後你可能還會需要學會一個函數 叫做if 叫做if if 就如果嘛 al的話就是錯誤 這個函數其實過濾掉 不應就是不要的這個錯誤區 怎麼過濾喔 這個時候優標就放b2 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再插入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函數在邏輯裡面 所以你找到邏輯 if 然後呢把公式 剛剛減下公式貼到value 那他判斷一下說 這個公式最後的結果是不是有緊字號開頭的 那如果有的話呢 如果有就是表示是有錯誤訊息發生的狀況 那請問底下那個瓜糊就是說 那請問一下呢 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我要把它清掉 那清掉要打什麼 你說老師保持空白嗎 不是 還記得我們剛剛vba裡面 如果要清除資料打什麼 還記得嗎 兩個雙女號比較好 ok 特別是喔 所以兩個雙女號在excel或vba 就表示清除資料的意思 好 這個時候的話就完成了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大概邏輯 非我反正就把公式先給他 幫我判斷一下 如果是錯誤的話 就幫我清掉就這樣而已 好按確定喔 這個時候向下填滿 放開 就完成了 OK 那不過啦 因為這資料只有九筆 是看不到效益 可是我這時候有九百九千九萬筆的話 甚至更多你會說 太好了 就完工了 不然我說真的很多人 每天都塗髮都很乾 我說你這 你怎麼會做得完事情呢 OK 好啦 請各位試試看喔 因為時間關一下 反正第一個fine 第二個是mid 第三個是eflare 那這個檔案先不用存檔吧 你們就先自己存在自己的地 今天作業就是交三個按鈕的作業就可以了 那這個因為後面我們下個禮拜 還有聚集跟VBA 那當然可以的話 你們回去自己練習 錄製聚集跟VBA 其實跟前面很像喔 反正是做按鈕 然後按下去 我要看到這個東西 可以幫我填進來 那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聚集 有沒有 所以按下它 它就是填過來 然後一個是清除嘛 那一個是自己寫的 自己寫的是 像今天怎麼樣把公式丟到這邊來 然後再清除 輸出公式比較簡單 但是要輸出結果 你說要怎麼輸出結果 那個就比較難了 這個下一次再看好了 好啦 那今天的話 我們原則上時間就差不多 先到這裡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再來看